各位大德以及各位大哥 各位大姐您好 我们常常听到以德抱怨这四个字 但是想要以德抱怨的话 是很难做得到的 我现在跟各位来分享一个 很简单的概念 人家都说老板的观念若不改 常常成为企业成功最大的阻力 自己的观念及做法 以及坏习惯不改 也是自己成功最大的阻力 什么是以德抱怨呢 就是某一个人 也许对我们有侠怨抱负的一个心态 或者欺负过我们 或者欠我们钱 我们当然在内心里面 一般正常的人士 会很记恨这个人 那您也恨他 相对的 他想要来回馈我们 或想要让他转变 的机会是很少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以德抱怨 将他列为我们的恩人之一 那这样 由敌人转为朋友的机会就很大 所以说 我们如果能改变我们的心态 我们想要的 就会成功实现 所以我现在来跟各位讲解一下 以德抱怨的三大步骤 首先一样 要有简单的三个步骤 五个方法 第一个 要求 就是说 当某一个人欠你很多钱 都不还你 也许他有钱 但是他就不还你 您不能记恨他 不能对他产生敌意 你就把欠你钱的人 把这个对象的名字 时空背景都设定好 第二个 相信 要感恩他 祝福他 不要因为他欠你钱 您就记恨他 你要 反向思考 要感恩他 祝福他 第三个 要接受 您感恩祝福他 他本来从 是你的敌人 变成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要要求 相信接受 本来是坏人 经过您的感恩祝福 他变成好人 那首先 请你先静心 一分钟以上 将所有的杂念消除 接下来 开始设定您的 亲人或友人 这些就是说 您要感恩他的 是哪一些人 你把它设定好 第二个 放下 恨 转祝福 就是 不管以前 他对你多不好 多么恶劣 您 现在要将 对他的恨 转成祝福他 您要祝福他 感恩他 让您 能够有所成长 第三个 经过您的祝福 以感恩以后 他竟然成为 我们以往的好朋友 好 你看 要求 相信 接受成为好朋友以后 我们开始感恩六方人士 六方人士 就是这六方人士 因为有客户 我才会存在 因为有上师 我才会存在 因为有部下 我才会存在 因为有厂商 我才会存在 因为有家人 我才会存在 因为我朋友 我才会存在 所以 您所设定的这一些亲人或好朋友 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友人 你还能过 生活的还不错 还可以 很顺利的 每天 很 很顺利的生活着 所以要感恩这一些人 第五 要感谢六方行礼 六方行礼就像 释迦摩尼佛 教导人士的六方行礼 它是 哪六方呢 就是东西 南 北 以及天地 这六个地方 所以 当您 做到第四个步骤 第五个 就开始要 面向东方 感谢 养育我们的父母与祖先 面向西方 感谢 我的家人 面向南方 感谢指导过我们的恩师 面向北方 感谢 我所有的朋友 面向 天 感谢 守护我们生命的天 再来 面向地 感谢 孕育我们生命的地 经过这六方的感谢以后 我们每天 想要某一个人 某一个友人 他本来是您 几乎要 切断 因缘的 一个 一个友人 你 反向思考的 来感恩他 祝福他 让他 生活的非常愉快 他就会 你就等于种下 好的 因缘 他就 会成为我们 以往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每天 花七分钟 先设定 友人 然后放下恨 转祝福 已经成为朋友 感恩六方的人士 感谢六方的行礼 我想经过你的感恩以后 每天花七分钟 自我冥想 这三大步骤 五大方法 快者七天 慢者四十九天 定可达成目标 这个以德抱怨 很不容易做到 但是如果您 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您 反向思考看看 您每天 花一点时间 来做以德抱怨的 这三大步骤 五大方法 我想 会让您 的一些 不友善的人 都成为您的好朋友 您一样可以 用以德抱怨的真诀 譬如说 你想要去 要一笔货款 有人欠你钱 您 想有机会 要回来 你可以在借据 或者合约书上面 第一个 先吸气 吸入清净空气 第二 实行金刚合掌 就是两手并龙 莫倒 第三 用右手用剑指 由一到九 在九字印之中 划九字印 所谓剑指就是 拇指压住 无名指跟小指 然后 食指跟中指 指向前方 在左手上 或者是合约书上面 写这九 九个字 划这九条线 您 兵 斗 者 皆 正 列 在 前 然后 写上 我们感恩 这位朋友 感恩 然后在感恩的外面 画一个圆圈 用剑指在感恩 这两个字中间 大声指向他念一声 轰 然后 将左手按住头顶 灌入 灌入感恩的气 这样就是以德抱怨的一个九字真言的方法 希望各位能够放下您的仇恨 将所有的好朋友转为所有的友善的朋友都转为很好的朋友 所以 同理心 同理心 别把别人关在门外 如果把别人关在门外 也等于把自己关在门外 让我们看不顺眼的人越来越多 则我们看 则我们顺眼的人数就会越来越少 这就是以德抱怨的一个简单原理 那最后也祝福各位 感恩各位 谢谢 谢谢